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8月6日,星期日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話說元朗有個叔叔好狼死 一分鐘之內偷20罐午餐肉 一度再回到店鋪再納國 店主急急報警 過程如何的呢?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一邊想講講治安情況,都挺可怕的 話說深水堡站外面有個男子和這個婦人攀談 攀談完後,走到小徑後 這個婦人就被人搶走了兩萬元的財物 光天化日 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講的是元朗的叔叔一分鐘偷20罐午餐肉 一度折返再納國 店主急急報警,就說他好狼死 報導的內容提到 這位元朗雜貨店的東主 在Facebook群組公開天眼片段 就說我真的激死 請問大家,這個人是不是元朗的慣犯來的? 就說一個中年男子 趁著店員忙於收銀 在店內公然偷攝 影片顯示示發的日期是上星期六 8月5日早上9點7左右 穿綠色上衣戴著口罩的大叔 在雜貨店裡的罐頭貨架附近陪回 期間打開隨身的背囊拉鏈 一連將多罐的午餐肉放入袋裡 不夠20秒而已 已經納走多個罐頭 若無其事打算離開 不過叔叔走了兩三步 疑似留意到店員正在忙碌 於是乎急急接返 又會偷多次 再次偷走多罐的午餐肉 直至放滿了一個背囊 才心滿意足地離開現場 整個偷攝過程都不夠一分鐘 雜貨店店主時候翻查閉路電視揭發事件 表示大叔至少偷走了20罐午餐肉 就說他偷完第一次 聽到收銀那邊又有人在付錢 知道我的員工應該沒空走開 然後又再多濕幾罐 他真的偷了我一箱午餐肉有多 事主表示發現事件過後已經即時報警 直戚大叔很狼死 我見他都幾十歲人 不知道他的子女如果看到這件事會怎樣想呢 又質疑對方非常熟悉店舖的運作情況 就說我猜他不是第一次來我店舖的 因為他很清楚我們早上不是那麼多人上班 真的很想捉到這個人 電方直言事態嚴重 不會輕易罷休 就說這個人真的不要讓我在元朗碰到 其實一年之內我都捉到不少來我店舖偷東西的人 有些真的在街上被我看到 之後都會回來付錢 說對不起我就算 但這個人我一定不會就這樣算 要他為自己的行為負上責任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閉路電視拍到整個過程 不夠一分鐘 拿了二二十罐午餐肉 見到員工還沒空 再偷過 老闆已經說明了 不會放過這個男人 首先放了上網 將相關的片段 其次成為了新聞消息 未知會不會短時間捉到這個人 說當時這個人說 偷完那個的午餐肉 第一輪都不夠再偷過 很狼死 不過其實這個男人背後是甚麼情況 是不是肚餓到感情還是 另有內情還是怎樣的 若然你真的有需要的 你找社署 你可能申請訟還 或者去食物銀行拿東西吃 都總好慣你這樣停而走險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深水堡站外面有個男子 就和一個55歲的婦人攀談 然後再走到小徑過後 搶走婦人2萬元的財物逃走 報導的流氓看到 今天8月6日下午3時 警方接獲一名55歲的婦人報警 指自己在港鐵深水堡站外面 被一名陌生男子攀談 其後在大報道附近 一條無名小徑被這個男子手腳襲擊 一隻手壓一對耳環 和一條頸鏈被搶走 總值約2萬多元 男子其後逃走 人員接報到場 經初部調查案件列行劫 交給深水堡警區刑事調查隊 第二隊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婦人受傷 清醒送往名外醫院治理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認真得人害怕 在深水堡站外面 在今天下午3時多 有個婦人 不過是在逛街 突然被陌生男子攀談 聊聊聊 到大報道附近 一個無名小徑 被男子手腳襲擊 近期治安情況認真 得人害怕 各位網友多加小心 尤其在街上 要提防陌生人 另外一下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究竟是否港鐵變成貨車 大媽葵超巨型鐵架 五層的大膠箱坐車 網民就問如何入閘 報導的內容看到 近日多區居民網上群組流傳照片 只有乘客涉嫌違規 將大型行李帶到港鐵車廂當中 另一張照片又見到兩名女乘客 坐在五人座位 以承索將五層高的膠櫃和幾個儲物膠箱 分別綁到兩格手拉車之上 當中五層高的膠櫃高度 與女乘客坐下過後的高度相約 膠箱連手拉車放在他們身邊 擋去了兩邊的架位 包括關內座 不少網民質疑上中的乘客 行李高度超過了港鐵列出的限制 就說越來越過分叫客貨車 亦有人說搞錯 都被他們入閘 有些網友笑言 下次搬屋我也坐地鐵 亦有人說搬屋搬廠搬寫字樓 搭港鐵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近日很多乘客摺二連三 就拿著大型行李 挺誇張 頂到上天花板也有 或者很大舊的行李也有 照搭港鐵 結果有網友拍下了相片 都很清楚 認為這樣也好意思入閘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有關星島日報的報導 有關輸入外勞吉 輸入小巴和客車行業的司機 明天截止 業界說成本增加或者需要加價 報導的內容提到 為了舒緩航空業和公共小巴 客車行業的人手嚴重短缺問題 行政長官阿會和行政會議早前通過 推出運輸業輸入勞工計劃 在保障本地勞工就業的前提下 適度容許相關行業申請輸入勞工 當中小巴和客車司機 共佔1700個名額 第一輪的申請名額 在8月7日截止 有小巴商會指業界普遍持觀望態度 估計首輪反應冷淡 又指聘請外勞成本 比本地司機更高 可能要向政府申請加價 公共小巴巴士總商會主席 林志強在今早上電台節目表示 商會會員旗下的十幾條專線小巴路線 現時欠缺約摸100名司機 首輪合共申請輸入十幾人 他解釋外勞來到香港過後要考小巴牌 但兩地分左軚右軚運作是不同的 一旦司機考牌肥佬就要重考 動節要等一年才可以上班 期間僱主要提供食宿 僱主計數過後認為成本高 所以大家仍然持觀望態度 他認為政府要切快期給司機重考 另外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就估計 整個小巴業界首輪只有約摸200個申請 遠少於當局提供的配額 反應相當冷淡 他解釋外勞小巴司機月薪最少14000元 計劃下小巴公司要提供住宿 平均一個人最少2000元開支 在先聘請後考牌之下 兩年合約涵蓋三至四個月 考牌和培訓時間 攤分合約期內外勞服務約20個月 即是每個月成本都超過2萬元 將會令到外勞比本地司機人工更高 估計小巴業界也會稍後向政府申請加價 以上折落於星島日報的報導 有沒有搞錯你輸入外勞都還要加價 原來加價的內容就是說 若然外勞來到也要培訓和考牌 若然不是一take pass 即是不是第一次考到牌 又要等 不知等多久 可能等一年 這一年內僱主要提供食宿 僱主計數過後認為成本都很高 另邊雙呼籲政府到期時要安排一下 設快期給一些要重考的司機來重考 有沒有搞錯 另邊雙也提到 估計因為合約中有三四個月都要考牌和培訓 結果其實算成本都很貴 另外雇主也要投放些錢 那些錢轉介到消費者身上 所以小巴業界又說要向政府申請加價 怎麼搞錯 即是輸入外勞 反過來要加價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為什麼輸入外勞做司機 反而要加價 然後加價成本由市民來承擔 即是R百人的頭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的影片繼續聊天 拜拜 拜拜 拜拜